好我们看到的蓝白河宣告破取之外 泛蓝的县市首长也发声表态 首先看到的是张化县长王惠美 认为说国民党就走自己的路 云林县长张立善则说 那以后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南投县长许淑华强调买卖不成仁义载 而退出国民党现在是无党籍的苗栗县长钟东景 他说结果让很多人失望 但是也希望不管谁当总统 能够帮苗栗解决财政困境 国民党急昭化县长王惠美 陪同立委前往登记 对于蓝白河乔不拢宣告破局 中臺灣蓝银首长也一一表态 既然已经破局就是走自己的路 那国民党人才基金 那我们全力自私投由于竞选总统 大家不慌而散 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的沮丧 也难过了 但是我想马上我们就会调整 我们的心情跟调整我们的脚步 那我想兄弟爬升各自努力 我觉得买卖不成仁意在 因为既然没有办法走在这个总统的候选人 可以彼此合作 各自政党现在各自去努力 至于推出国民党 限为无党籍的苗栗县长钟东景 则说一晚上都没睡好 我一个晚上没睡好 当然我想让很多人失望 我希望不管谁当选总统 都能够帮苗栗解决目前的困境 但对蓝白会时 柯文哲曾说有胜率最高组合 强调打仗有机关枪可以用 为什么要拿步枪 这一段话钟东景有话要说 选战倒数蓝白河正式破局 支持者归队力挺自家参选人 拼占到最后一刻 记者综合报道